徐冬 你快看谁来了 徐冬哥哥好久不见 婉婉我们得有七八年没见了吧 老婆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小时候的好哥们婉婉 婉婉 婉婉这是我老婆 早就听说徐冬哥哥娶了位大美人 今天一看果真如此 不过徐冬哥哥怎么会看上一个家庭主妇呀 这家庭主妇可是很容易变成黄脸婆的 李方呢 那个饭做好了 咱们先吃饭吧 这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镜头水果 你去把它洗了吧 好 婉婉 这是李方的位置 要不你还是先坐那边吧 徐冬 你怎么回事啊 坐哪里不一样呀 再说了 婉婉和你多久没见面了 没事的阿姨 我坐哪里都一样的 阿姨 咱们家装修风格还是跟之前一样 一点都没变 我觉得这种装修风格呀 在您家再合适不过了 是啊 我记得你小时候经常来我们家玩 左宁右舍的都说 你和徐冬从小就有夫妻相呢 没看见桌子张亮 还不干碗拿纸来 真不知道徐冬怎么想的 娶了一个家庭主妇回来 老公 你最近辛苦了 来 多吃一点 你怎么回事呀 你不知道徐冬哥哥最讨厌吃的就是黄瓜吗 徐冬哥哥最喜欢吃的是红烧肉 够了 我以前是不喜欢吃黄瓜 但是我遇到李方之后 我变得不再挑适了 家里的装修没有换 那是因为李方喜欢 另外 这是我的妻子 她叫李方 不叫爱 徐冬 你干嘛呀 小方本来就是个家庭主妇 妈 李方每天待在家里 是为了什么 难道你不清楚吗 您身体不好 小方把工作辞了 每天待在家里忙东忙西 既要做饭 又要做家务 她为我们家付出了这么多 可是她换来的是什么呀 难道你不应该反思一下吗 好了 别说了 妈 妻子的地位 决定了一个家庭的幸福 别怕 有我在